大家好,我是Nine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風和日麗,天氣勤 那今天大家看我的裝扮呢 就知道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海邊玩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話是老梅綠石巢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所以話不多說,我們就先去啦,GO! 這裡真的是超漂亮的耶 我也是第一次來,想來真的很久了 你看這些天然行程的漂亮綠色地場 真的是太美了,對吧? 然後呢,現在的話其實已經不是盛產季節了 盛產季節的話應該是三到四月左右 是它最美、最漂亮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樣子漂亮的綠色地場是怎麼來的嗎? 數十萬年前,大屯火山冷卻之後它形成了火山岩 質地非常適合海藻生長 那海藻生長上去之後呢,後面死掉之後的殘骸 形成了石灰岩 石灰岩的部分又讓下一代的海藻繼續生長在上面 也就形成這樣子深深不息的景象 也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天啊!太陽超大了! 但現在正午的時候真的太熱了! 我真的怕受不了了! 那為了維護這樣子自然的生態 以及自身安全的考量 切記 綠色的部分他們一直不斷在宣導 千萬不要去踩踏它 那這邊的話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囉 哇!我之前看其他YouTuber的影片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山上都是垃圾 那今天呢意外的讓我覺得超級無敵乾淨 那為什麼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後面 這邊的話有非常辛苦的志工們在幫我們維持海灘的整潔 當然!大家的垃圾也千萬不要忘記 一定要帶走喔! 已經超方便還有出角的地方 好涼快喔! 超棒的! 那前面介紹了這麼多這邊到底要怎麼來呢? 從淡水捷徑站之後搭乘862、863以及892公車 到老梅站下車 然後直行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這漂亮的地方囉! 這邊還非常貼心的提供了潮汐表 讓大家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來 要記得要在退潮的時候才能看到今天這種漂亮的景色喔! 我現在來到富貴角公園俗稱老梅公園 這邊榮樹非常的多 他們團抱在一起形成一片風檢樹林 那什麼叫做風檢樹呢? 台灣的話這邊是東北季風盛行 凸了的那一面會面向大海 有點像剪了頭髮的感覺 所以就叫做風檢樹 那這邊呢下面也有非常多的實桌椅可以供遊客休息、野餐 我們要怎麼到富貴角公園呢? 從淡水捷徑站下車之後達成865跟867的公車 之後在富貴角燈塔下車就可以看得到囉! 所以老梅綠石巢這邊還有一個很棒的公園 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迷宮 到底在哪裡呢? Let's go 給你去看看! 這裡真的是超漂亮的! 這不愧是網美必拍景點 今天人也是超多的 還好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如果你想要拍全景的話 建議可以站在我這個位置 可以直接俯瞰整個迷宮的圖樣喔! 這位客人 該不會是有東西掉進泉水之中吧? 您掉的是這個,還是左邊這個呢? 可是我掉的是10塊錢耶! 誠實的人將有資格拿走這三個東西 哇!真的嗎?謝謝你! 不過獲贈的東西必須在當天日落前透過買賣消費完 交易的物品不能藉由贈餘 於是遭窃或是類似的行為脫手 否則會變成樹果 等候變成守護者 對我來說太簡單啦!OK的! 對我來說太簡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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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太簡單啦!